你能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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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好 你好 黄老师好 陈明老师好 现场的24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高云 来自云南昆明 今年37岁 兄弟 要不然我活在你的阴影里边了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 恋爱选择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享受 城市漫游 城市漫游 对 城市漫游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当中最流行的一个活动 叫做City Walk 在城市当中漫无目的地去走 然后去体验不一样的惊喜 比如说走到一条街有咖啡厅 有有趣的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停下来打卡 这是昆明的一日游 对 我现在住在昆明 然后我家就住在一号的位置 然后旁边就是翠虎公园 他就走一圈你看有自然风光 有历史 人文 人文 有商业 有学术 有艺术 最后到农贸市场 对 讲着价把菜买了 还有生活 回家做饭 王子晶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在一个城市里面溜达的人 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是北京 因为我觉得北京它其实非常适合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城市漫游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逛胡同的人 就是北京的那些胡同我就逛不够 我平时就是跟朋友在一起 我们吃完饭 下午就会去时差海 然后沿着时差海走 然后走到南楼古巷 然后再走到古楼 最后再溜达回去 然后再坐地铁回家 我就觉得这样跟朋友在一起 慢悠悠的 没有任何压力的 没有任何目的的去走路去溜达 然后看风景 然后北京的天气也特别的好 就是感觉特别的幸福 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就是要漫无目的去走 发现意外的惊喜真的挺好的 中山岭周围也很好走 明孝岭 美铃宫 然后中山岭音乐台 铃鼓寺 这个就是紫金山 这是我拍的照片 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 就夜晚登上了紫金山 我们在山巅一块 我很喜欢你们那个姿势 就是对着那个星星 不是 围坐在那儿是在聊 我们在弹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拍照的时候 光源 拍人物的时候 光源尽量不要从下面往上打 一般都只有恐怖片 才有这样的光 紫金山里面还能看到一种 国家保护动物 非常罕见的中华虎凤蝶 一种很稀有的一种蝴蝶 在紫金山里面有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合群 那你到底合不合群呢 其实我挺合群的 我之所以不合群 是我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去任何酒吧 因为我体验过各种各样的生活 最后我发现其实更健康 更绿色的更适合我 但是如果女嘉宾 如果我们牵手了 你喜欢去参加社交场合 人多的地方我也可以陪你去 7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就是一个 比较喜欢各种各样社交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像我可能不是说 像您说的去喝酒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比如说一起去打打球 踢一踢球 那您平时喜欢这一类的社交运动吗 当我还在年轻 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特别喜欢打这些球 现在长大了 然后比较喜欢玩一点极限运动 然后骑骑车 然后爬爬山 浅浅水 滑滑雪 骑骑车 你是说那种洛杉磯那种 对 就是洛杉磯 洛杉磯 对 洛杉磯 陈铭老师 你很懂 你很不错 因为骑车能被归在极限运动当中的不多 这是一个 这是我在国内做极限运动 从山间上冲下来专门冲悬崖的 找那个多班分泌的快乐 然后这个是我参加墨尔本的越野马拉松 然后穿过森林 穿过海 他很有镜头感你发现没有 大家都正常在跑 他还看镜头在哪里 好 来看片子 是 是 我是2023年的你 谢谢你的一路咬牙坚持 我非常愿意 那我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那就听我说说你未来的故事吧 2011年 你成为知名英语培训机构名师 2012年 主持的英文广播节目突破一千万点击料 2014年 丢掉光环 攻读墨尔本蒙尔纳什大学硕士 2018年 回国后 你重新站上异培讲台 2021年 你再期望坐拥了超过两百万的关注 学生都喜欢教你 云文 打 云文 打 现在的我 每天只工作两小时 这两小时之内火力全开 其余的22小时都在体验生活 两小时之内一个人做直播 一个人开公司 一个人活成了意志队伍 22小时里 学习各种领域的新技能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每一个真实的现在 都是我曾经幻想的未来 我有一个为期两年的 环游世界计划 打卡地球南北两极 横宽欧美大陆 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 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你还在等什么 还差最后一步 找到和我奔赴未来的 女主角 24号 男嘉宾在VCR里 感觉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 那你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英语博主 你可以在现场教一下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些 英语表达 其实表白除了 我爱你和我喜欢你之外 还有三个境界的表达 我就描述一下 我从小男生到男人的 整个过程 当我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 我见到喜欢的女孩 我会对她很心动 很有感觉 于是就有个短语叫做 I am into you 字面意思是 我想进入到你的心里 然后第二种阶段是 这个小男生慢慢长大了 然后发现这个女生 就是她的全部 于是留下了另外一句话 叫做 I can't quit you 我无法离开你 没有你的生活 我应该怎么过 然后这个男生 最后真正地成长 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把本我给抛弃了 把主语换成对方 就变成 You complete me 字面意思是 你完成了我 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 因为有你 我的生活变得更完整 好高级 好高级 好高 最后这个很浪漫 好浪漫 好浪漫 全力了 学到了 反正我也没有机会 用这些词了 15号 男嘉宾 你刚才提到 您自己工作也是 自己直播 自己是一个团队 你为什么不选择团队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人搞定的 后来发现工作太多了 我一个人做剪辑 一个人做视频 一个人做文案 一个人做保安 做台前台 我全部 酷 后来发现 我就应该找个小伙伴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我发现和小伙伴的沟通过程当中 沟通成本太大了 那不如我自己来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 你是不太放心 把自己的事情 或者把一些事情 交给对方去做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会希望 事事都是你来掌控的 会这样子吗 没有 你多虑了 在我自己的工作 工作领域 我是自己掌控 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话 我觉得舒服第一 你喜欢吃火锅 我喜欢吃烤肉 那我们不用争 我先陪着你吃火锅 然后你再陪着我吃烤肉 我希望我两个人在一起 你做最真实的你自己 舒服最重要 对 好 12号 男嘉宾 你好 想问您就是 就是我比较想思考 就是说当有些事情 跟你能立一半 需要站在同一个立场 去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还是会做得到 就是说尊重对方 然后听取对方 静怡还说您觉得这个事情 不能够很放心交给他 依然要以你作为主导呢 我觉得两个人沟通最重要 如果我两个是一个共同体的话 我觉得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先沟通 然后你说的涉及到利益 其实只有工作 我是这么追求完美的 平时的其他状态 我取求一个舒服 真实 自然的状态 当然好问的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探讨 你一直在强调工作和生活要分开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它很难完全分开 比方说你两个小时 火力全开的时候 如果跟另外一半 在教育理念上有一些分歧的话 如果有一定分歧的话 我会先听一下他的建议 然后分析他的一二三 然后我再给出我的建议 然后分析一下一二三 然后我们共同来决定 然后我不会强求 我只是给出一个观点 然后如果一样更好 如果不一样没有关系 我们互相沟通 或者可以先试试你的 再试试我的 我们选一个更好的 20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有看到你想和你的 就是结婚对象 进行一个婚前旅行 为期两年的婚前旅行 然后你有制定好计划吗 对 我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分为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三个月 三个月旅行 三个月休整 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去澳大利亚 坐船到南极 第二个阶段是去北极的 第二个阶段是去欧洲的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到国内 游变祖国的大号河山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滑翔伞 学习潜水 学习滑雪 甚至还要学习 户外的生存技能 我是想想的 好厉害 我听很多其他的环球旅行的时候 感觉到是一种浪漫 但是他这个旅行 有一种不一样别致的力量 更像一个培训学校的感觉 我觉得 我上了几个班连着 我觉得他的旅行也是火力全开 对 对 其实孟老师 陈敏老师 没有那么辛苦的 是两年四个阶段 三个月完了三个月 你报的这个班差不多 学习 两年至四学期 有报班的没有 17号可以撑下来 我不是要报班 我是就是觉得 你不要报班 我不报 我不报 我觉得男嘉宾的压迫感好强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老师在跟我说 我们这学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什么什么 就一旦这些压到我身上 我感觉我不想去了 你自己去吧 没有没有 我电场女嘉宾 还有孟老师误会了 其实我想强调是 市场游戏漫无目的地 去体验的这种感觉 因为大部分 就你这还漫无目的啊 你是我这辈子 借过目的心最强的人 我告诉你 前面那墨尔本兄弟 才是漫无目的的 漫性 22号 大家好 我今年22岁 来自辽宁大连 我叫龚明 我是一名二级运动员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运动员嘛 我跑得快 我有的时候跑快了 你可能还追不上我 那是肯定的 我平时就是那种 比较风风火火的 然后我朋友约我 前一天去三亚玩 然后第二天早上 就已经出现在三亚了 因为我觉得好的恋人 一定也是好的朋友 然后两个人可以相互沟通 然后一起去做运动 然后一起旅游 然后就很好 所以说我觉得男嘉宾 可以放松一些 如果说遇到我这种 运动型的女生的话 就是其实可以结合得很好的 谢谢 你那个两年 他一年给你耍完 你多关注 这很合适 我觉得你逻辑好清晰 好像你也是一个 火力全开的选手 红屏乐人出现了 红屏乐人出现了 再看下一条 这是一段很真诚的爱情故事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 太原告 他为了我靠近同一所学校 并向我告白了 今天其实我该叫你学长了 现在回忆一下那刻真的很感动 就仿佛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就是心上人 就这样 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还记得我给大家准备 第一个生日礼物 是12只口红 然后每只口红上 都有一个单词 总结我们之间 经历过的故事 我觉得情侣之间的生日礼物 就应该让对方感受到 满满的爱意和诚意 可惜后来 因为我们规划不同 进入了一段跨国恋 面对距离的无力感 我们最终友好的分手 第二段感情是一见钟情 她是一个搞笑有趣的女生 强远英文怎么说 我 眼睛呢 爱 膝盖呢 你 连在一起怎么说 我爱你 比起好看的外表 我更喜欢有趣的灵魂 比如说李雪晴那样的 浪漫的观点 有趣的表达 和这样的女生在一起 我觉得每一天 都会很有意思吧 但生活中 除了有趣之外 我更希望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在这一点上 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她想要朝九晚五 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 而我想在稳定之前 把没有体验过事情体验遍 我们再决定 学哪样的生活 现在的我 希望感情中的彼此 能完全真实地做自己 在舒服的关系中相处 在双向奔赴的目标里 享受生活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刚刚听到您对于感情的 问题的回答都是比较严谨 我想请问您平时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吗 您比较理想的另一半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是一个为爱冲锋的勇士 为爱冲锋的勇士 比较 恋爱比较上头 什么 再说一遍 为爱冲锋的勇士 勇气很足 风都吓死了 来 黄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 你除了送女生12支口红外 有没有送过什么特别的礼物 就是很用心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会把每个月的 拍立得拍的照片拍12个月 每个张照片写一个关键词 代表那个月我们的心情 然后用相框把它裱起来 作为一年的纪念日送给她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觉得 超用心的一个礼物 我有一个不错的推荐 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彩词店 一起做一个杯子 因为杯子是每天都要喝水的 就用到一起做的杯子 就会很幸福 有的人说不建议做杯子 杯在中文当中和悲剧同音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杯子等于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都是悲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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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彩词特别美 是这个意思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的是 就是我看VCR2说 您的这个事业性非常重 但是您女朋友呢又非常黏人 那你会怎么做呢 就是平衡这个恋爱和工作这个事情 如果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沟通最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朝一个方向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就去解决去沟通 对错不重要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解决 我觉得这种舒服的感觉和关系 是我和对象相处的方法 好 最后一个问题 8号 那个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看你的VCR这两段 包括很多旅游的计划 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有效率 然后阳光积极 然后对生活也是非常有规划的人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爱情当中 你也是一个追求效率的人吗 并且对就是 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 是什么看法呢 第一点是谈到效率 我觉得爱情是慢慢来的 两个人互相了解 第二 没有结果我们是否还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人生就是 犹如打游戏 重要的不是结果 我觉得体验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即使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我也会勇敢地去和他在一起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两位老师 对 就是你在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说要活在当下 要去享受每一天的时候 但是你给出的那个语速和一二三四 会让人觉得好像你没有享受 在表达当下的那个快乐 如果用两个词来总结你身上最大的特点 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是叫计划 第二个叫展示 如果我们想略略地调整一下 就是少一点点计划 少一点点展示给他人 而是关照自己 就也许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上进和努力的 而且我相信你这样的状态 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恋爱的过程中 如果稍微慢一点点 再快乐一点 再松弛一点也许会更好 好 谢谢 所以你以后要注意一下 你跟别人表达 语速有的时候慢一点 肢体约收缩一点 表情管理再淡一点 可能对你讲话的那个力量更有效 好 我记得先 好 再见 好 谢谢孟老师 谢谢黄老师 谢谢陈敏老师 谢谢大家 未来的我会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态度 然后说话说不要那么快 平时在生活中实际上出手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舒服 很搞笑的 不像台上那么压迫感强 大家的观点 让我重新认识到个全新的自己 也挺好的 虽然今天遗憾离场了 我觉得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我叫高元 今年37岁 来自于南昆明 平时的生活其实挺有趣的 我想找到一个有趣灵魂 和围棋体验有趣的生活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哟